大家好,我是老谭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 加码项目首战嗨购网上商城 商品之后呢 我们已经将商品的添加到了数据库的表中 那么本次课呢 我们会接着这个功能来做一个商品的查询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页面的效果 在页面上呢 我们进入到后台管理页面呢 我们有一个菜单叫商品列表 目前呢 我已经将商品列表呢 关联上了商品的列表页面 但是呢很明显 这样一个请求 如果发送到页面的话呢 是没有办法获取到数据库中的数据的 所以呢 我们肯定需要发送到 Straff里边的Action 由Action呢 调用Surface 进而调用DAO 来操作MyBuddy 去得到数据库中表的数据 这个查询功能呢 是相当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个功能 那么我呢 会从如下几个方面给大家介绍 第一个呢 我首先要实现的是 这个地方的按条件查询 之前我们的查询呢 是没有任何条件的 我们直接呢 得到表中的数据 展现出来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功能呢 我们需要考虑到 用户呢 有可能会按照各种 不同的条件组合 来进行筛选 第二个我需要给大家介绍的呢 就是在这一个查询里边呢 我们要实现一个分页的查询 这个呢 也是在开发里边 使用的非常广泛的一种场景 好 那么本时刻呢 我们准备先从一个比较基础的查询开始 我呢 点击商品列表的时候呢 我不考虑任何的条件 我直接呢 得到所有的商品信息 并且呢 放在这个空白的区域 这里很明显的应该是一个表格 但是呢 这里也有注意点 如果我们仅仅是查询商品名称 以及呢 销售的价格和库存的话 那么只需要针对 一张商品表就可以查询了 但是呢 在我们这个商品列表里边呢 我们希望能够出现分类的信息 这个分类信息呢 我们知道它来自于 另外一张表 这里有一个商品列表 它有一个名称 而对于商品表呢 它是有一个外键 商品分类 引用至商品列表的主键ID 所以这种查询呢 会涉及到MyBudges里边的 多对一的映射 这是我们首先需要实现的一个功能 那么如果我们本次科 能够比较顺利的得出 所有的商品信息 并且能够带出分类的名称 那我们呢 就为后续的操作呢 打下来基础 我们进而呢 可以增加筛选的条件 以及呢 增加分页 好 那我们呢 先来完成这样一个基础的查询功能 首先呢 我回到MyEclipse 我来检查一下DEO 这个DEO里边呢 我们肯定需要增加一个方法 我们呢 就叫Get Goose 它不在任何条件 它也不做任何的分页 所以呢 这个方法呢 就这么设计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呢 这一个固子实体呢 它里边呢 只有商品表里边的相关信息 并没有出现呢 类别表中的名称 第一种方式呢 我们可以增加一个额外的列 叫Private Street Category 内容 然后在查询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两个表联合起来查询 这样比较简单 那么第二种方式呢 是借助于MyBuddy里边的 一个配置 这个配置呢 相对于是一个多对一的配置 那我们呢 准备采用第二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呢 也是很多OIM映射比较喜欢的方式 就是如果在 构纸这个表里边呢 它有一个外键引用之Category表 那么在对应的实体里边呢 我们就可以加这么一个 私有的属性 那就表示呢 构纸呢 是商品 其中呢 可以得到Category 也就是它的类别 这是在OIM映射里边 非常喜欢的一种方式 接着呢 仍然需要产生一下 对应的getSet方法 好 那么我们现在的要点呢 就是如何来 利用MyBuddy的映射文件 我们来写这么一个配置 之前呢 我们在使用inset或者select的时候呢 都直接使用这样一个标签就可以了 那么它的parameter type 或者result type呢 都直接指定一个实体名称 但是现在呢 我要利用MyBuddy的多对一的映射 我们就需要呢 复杂一点了 我们需要使用一个result map type等于固子 id 我叫goodresult map 在这个里边呢 我们就需要专门的去映射 属性和表中的列 id是主件 那么它的属性呢 当然就是我们实体类里边的id 列呢 就是数据户表中的列id 那么其他的标签呢 叫result 那么像这么去写呢 我相信你应该知道呢 这几个列呢 都应该呢 按这种方式来进行映射 这是good number 其他的我就来copy一下 好 我们呢 来改一改 press 1 press 2 库存 缩略图 描述 好 这个地方呢 我们还少了一个categoryid 这个categoryid呢 它是外界 其实我们呢 加上categoryid呢 也是可以的 但是现在由于我们想使用一个 多对异的映射 那这个categoryid呢 就有点多余了 同时呢 在我们之前这个表里边呢 我们这个categoryid呢 之前呢 也是有的 那如果我们呢 使用category这个实体类的属性 那我们前面这个categoryid呢 实际上也是可以省的 那如果省掉的话呢 在我们增加商品的时候呢 那我们这个下拉框的名称 叫做相应的改变 如果我们没有省掉categoryid呢 我们就这么去写 叫固执点categoryid 那如果说我们省掉了属性里边的categoryid 进而呢 改成了category 那就应该使用呢 goes.category.id 好 这个呢 都是可以的 好 那如果说我的实体类里边呢 这个categoryid 我保留 那么在goes.mapper 这个映射文件里边呢 我并不需要呢 一定要配一个categoryid 我能使用这样一个配置 这个叫关联的意思 这个属性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了category 这个category来自于 刚才我们goes里边的属性 category 接着 指定一个javatype 这里使用实体类的名称category 接着呢 在category里边呢 我们也配置一个id 配置一个 vizat 因为我们要的 只是内母而已 好 那么到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将goes和category呢 做了一个多对一的 关联 这是mybuddy 是提供的一个功能 这里呢 还有一个细节 需要大家注意 在我们设计表的时候呢 上面表里边的名称呢 这个列叫内母 内部表里边 这个名称的列呢 也叫内母 那么这两个列的名称呢 是相同的 那么等会我们在 写categoryid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注意 看怎么去改进一下 要不然这里会有一个列图名 造成的问题 好 那么接着呢 我们先往下写 我们再来准备一个select getgoes 这呢 就叫result map 它的值呢 就是我们之前 这指定的 一个id 接着 写一个sicle语句 这个sicle语句呢 肯定是需要两张秒的 关联上 比如说 我呢 先写后边的from 取一个别名 条件是 g.getgoes id 它把属性值的时候呢 就会出现一个 混响 那我们呢 可以考虑 这样一个技巧 我呢 将 这里取一个别名 比如说c 内母 而对于这里的列呢 我也指定一个c 那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呢 大家应该也能够想到 其实对column来说呢 它并不是完全要跟表里边列相同 它最关键的呢 是跟查询语句 这里边的一个查询的列 匹配上就可以了 好 通过这段配置呢 我们就能够得到 所有的商品 并呢 带出来类别的名称 接着呢 我们再按照常规的方式呢 写surface surface呢 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了 实现里边也增加一个类似的方法 再回到呢 f 我们增加一个类似的方法 这个类似的方法呢 它要求返回的是一个商品的集合 那么前边呢 我们并没有出现这样一个属性 我们可以呢 补充在这 产生一下 get set 这一个词呢 这一个词呢 等于 固子 surface 点 get固子 然后返回一下 list 再回到页面 固子 固子 在这呢 我们检查一下 item呢 等于 goodies 个例子 然后使用的 这些属性呢 goodies 点name 没问题 然后关键就是这个goodies 点category 点name 这里呢 是 跟前面不太一样的地方 因为我们除了带出商品的信息之外呢 我们还要带出商品所在类别的名字 那么由于goodies这个实际里边的有一个私有属性 叫category 而我们要的是category 这个属性的内幕属性 所以我们通过达点的方式呢 能够带出这个商品类别的名称 这个信息就是我们想要 好 那么 这个页面呢 也没有什么要改的 那么另外一个地址呢 我们改一下就可以了 在left里边 我们改成goodies list 其他的配置文件呢 应该就没有什么改的 比如说在strast.xmail里边 goodies list应该没有问题 接到applicationcontext里边呢 应该也是之前配置好了 我们仅仅是这样的方法而已 所以呢 没有必要再次进行配置 那现在呢 我们来重新部署一下 好 我们过来呢 刷新一下页面 刷新页面的目的呢 是想把这个地方的链接呢 更新为goodies list 然后呢 点击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呢 这样一个数据呢 就非常顺利的显示到了 界面上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对于这里的十个商品呢 名称是没有问题的 接着呢 分类 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它一定是来自于 类别表的名称 在商品表里边 是没有类别名称的 只有类别的id 那我们本次科的一个重点 当然就是 如何能够通过商品表 来带出 分类表中的内容 好 其他的信息呢 就是数据库里 保存的信息 那本次科的目标呢 实际上已经达到了 那我们如果要看一下 要点呢 就是在 我们配置的时候呢 在映射文件里边 我们多了一个result map 这一个结果映射呢 我们的加了一个关联的标签 就形成了一个 固执到category的 多对异的映射 好 这一段呢 我们就 用在了查询这 在查询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将这样一个 多表连接查询的 相关的列 就映射到了 这个固执里边 而这个固执里边呢 有一个category属性 所以呢 就正好能够接收到 商品的内别名称 好 那么有了这一个查询 最为基础呢 我们下节课就准备来 介绍一下 如何进行 按条件的查询 正能会用到 mybodies里边的 动态sicle 好 本次课我们就讲的这里 谢谢大家